謝謝各位來今日中西人民論壇專題來講座 今天很明顯請到我們的會長兼副主任 方世友博士跟我們分享講題中國藝術與中國文化 我願意掌聲鼓勵 謝謝大家 今天大家講一個題目是關於中國藝術和中國文化的問題 為什麼要講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講中國文化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知道中國文化裏面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有倫理、有道德、有宗教、古蹟、哲學、文學、歷史、科學、政劑等等 中國文化裏面包括很多內容、很多範疇 每個範疇裏面有什麼價值呢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爭論都很多 譬如這個哲學 最近網上我們看到一些討論 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呢 都很有哲論 有些說中國沒有哲學 有些說有的哲學 價值是什麼呢 也是有爭論性的 所以這個中國文化裏面 這些不同的範疇裏面 它們有什麼價值呢 都有很多爭論性 甚至 整個中國文化來講 整個中國文化的整體來講 到底中國文化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價值呢 在現代人來說 仍然都是爭論的議題 由這個五四個運動一直到現在 關於中國文化的價值 那個爭論依然是存在的 這個意見有些人認為 是有中國文化的價值 有些人認為中國文化是落後的 這個 依然到今天都仍然在爭論中 不過今天就更加加入了 一些政治的因素來討論 這個 中國文化是什麼 這個概念都不是很清楚 加上這個大陸的政治文化的因素 那麼討論就更加複雜了 但是關於中國的藝術呢 其實爭論性就不是很強的 中國藝術呢 那些中國的藝術品呢 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博物館 我們都會見到的 這個在世界不同的博物館 它都會有保存這個 中國的藝術品 這個 所以這個 中國的藝術的價值呢 其實是中國人 在中國的地方 或者不是中國人 不是中國的地方呢 都會得到肯定 中國藝術品的價值都會得到肯定 當然啦 有些藝術品 只是得到經濟價值 如果是拍賣那些 我們見到那些可能只是 提錢 不過呢 就算不是提錢 這個呢 我們知道呢 中國藝術 大部分人都贊成中國藝術品 是有它的獨特的價值的 所以中國藝術的價值呢 在右深的人看上來 其實依然呢 是容易感覺到的 這個是不需要爭論的 不過呢 我們都可以試一下 由不同的各方面呢 來說明 講清楚 到底中國藝術的價值在哪裏 這樣呢 就讓我們容易點 幫助我們 可以知道 如何 感覺到 中國藝術的價值 而且我們如果能夠真的 真的感覺到 中國藝術的價值在哪裏 就是我們 真是知道了 中國藝術的價值在哪裏 這樣呢 我們對中國文化其他方面 甚至對整個中國文化 可能都會有一種 不同的感覺 有不同的感覺 這樣呢 就知道 可能由此而知道 這個整體中國文化的價值 是什麽 這樣呢 我們就知道 就是我們 要先明白這個中國文化的價值 接著呢 就可以知道 如何成仙契口 知道呢 如何開出一個中國文化 這個未來的方向 這樣呢 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 希望呢 對這個中國藝術的價值 呢 做一個討論 做一個算命 或者這個 不過呢 這個 也都是 這麼說的 就是 我們 讀哲學 我們讀哲學的人 這個 或者我自己都是 就是 並不是一些 很專門研究 中國藝術的人 我們不是從事中國藝術的創作 又不是研究中國藝術的人 所以呢 我們的說法呢 就只是用一個比較廣泛的觀點 這個呢 就著一些個人的直覺 來做一個說明 這個 那 最主要說法是什麽呢 其實就是想說 中國藝術的價值呢 原則上呢 是有高過 西方藝術的地方 就是 我們現在說明這一點 譬如說 中國藝術的價值呢 原則上呢 是有高過西方藝術的地方 那 然後由這裏來講 整體 中國文化的價值所在 那當然 你說西方藝術 是不是也有一些 原則上高過 中國藝術的地方 那應該也有的 不過 這個呢 就不是我講 這個 我負責講 中國文化的部分 那西方藝術 到底這個 優點在哪裏呢 就 可以由其他人來講 不過我下面都會講一些 關於這個 中西藝術的特點 都會討論到的 這個 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個 討論裡面 試一下可不可以 理解一些 這樣的特色 都會講到的 好了 我們來講這個 中國藝術 這個呢 我們說中國藝術 是原則上 是高過這個 西方藝術的 有這個 有高過西方藝術的地方 有這樣的 這樣的 講法 我們現在講 這個講法呢 可以是由這個 雙周的 鼎儀 開始講 因為中國的 藝術 這個 或者這個 最早期的文物 其實那些 鼎儀 大家知道是什麼 有些很大的鼎 那些 三腳鼎 那些 鼎儀 都是一些 很大座的 金屬製的 可以用來撞東西的 一個 武器具 它的鼎儀 雙朝 周朝的鼎儀 中藝術 就由這些文物 開始講 而西方藝術 就由古希臘的神廟 雕刻 那裡開始 西方最早期的藝術 由這裡開始講 這個 好了 雙朝和周朝的鼎儀 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 它中間是空虛的 頂和二都可以用來裝飾 空虛的 即是中間可以用來裝酒 或者用來裝糧食 用來裝穀物 用來裝飾 用來裝飾 用來裝飾的作用 有不同的作用 例如裝飾 是給人吃的 可以養育人的後腹身體 裝飾食物 可以用來跟奔客 做這個籌作 認籌 這樣的時候 就裝飾食物 分給奔客 又或者 用來製製 製製的時候 也用來承載這個食物 承載這個禮儀 所以這些定義的器物 在中國文化裏 有叫做禮器 在這些定義的器物 所以叫做禮器 這個 在這些定義的上面 就會合作一些圖案 這些圖案是什麼呢 這些圖案其實就是文字 就是中國最古代的文字 就是中國的圖畫文字 最遠視的形式 在這些文字上面 正正就是表達了 中國古日的宗教 人倫 道德 政治 教育思想 在這些定義的文字上面 我們正正看到 古代人的文化是怎樣的 我們可以在這些定義的藝術品 就看到了 所以 鄉朝 鄉朝 中國古代的 鄉朝 這些 這些器物 作為一件藝術品 但同時 其實也是一個 人自然 勞動 時候 所用的實用 的器物 因為它有實用的價值 所以它也是一個實用的器物 它也是一個 有些文字 文字可以表達人的道德 政治 教育 等等 這些內容 所以 亦都可以用來溝通人的感情 所以它既是藝術品 有美感 有圖案 有花紋 但同時它也是一個實用的器物 它也是能夠溝通人 人和人之間的感情 它不止溝通人和人之間的感情 剛才都說過 它 少用來制止 它簡直是有這個宗教的意義 都有 所以甚至可以上達鬼神 同樣一個定義 其實它是有這個 在中國文化的日常生活裏面 和文化範疇裏面 各方面的文化意義 都有存在在這個定義上 這就是中國最古代藝術品的特點 就是 同一個藝術品 它裡面擁有不同的各方面的意義 所以我們看看古希臘的神廟 雕刻 最古老的名術品 那個特點就不同了 因為古希臘的神廟雕刻 它是不能夠同時擁有各方面的意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古希臘的神廟雕刻 我們最明顯看到的就是這個 宗教意義 神廟 神廟裡面有神像雕刻 最主要是宗教意義 所以當然它也很漂亮 始終那個雕刻有美感 所以是有這個審理意義 所以古希臘的神廟雕刻 我們可以說它是同時有這個宗教意義 和審理意義 最初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我們中國文化 這種所說的所謂實用器物的意義 基本上它不是一個很實用的器物 它不是可以那些神廟雕刻 是不可以用來應酬的 不是我們應酬用的 這個 又不是用來這個 住傳這個量式的 又不是用來這個 裝酒 神和廟 那些神廟基本上是神居住的地方 雕像基本上是神像 所以人不會拿著那些雕像 不可以用來舉起製神 所以並不是一些禮器 不是我們一些實用的器物 所以神廟和雕刻 這些西方形式的技術作品 就不可以叫做禮器 中國的定義就是中禮器 而我們看西方的雕刻 很多時候都不會刻上一些東西 用來表達人的思想 這個比較少 這個比較少 很少在上面刻上一些文字 有些神像 那些神廟 比較少在上面刻上一些文字 用來表達一些思想 所以這個原則上 西方藝術品 這個有一個古希臘的藝術品 據說具有的文化意義 其實是不及得上中國 古代合的藝術品的藝術 那麼豐富 中國的藝術所吻涵的意義 是比較豐富 比較多樣化 而西方藝術品 所吻涵的文化意義 是沒有那麼多的 因為他們其實 那個文化的範疇 那個分類 其實比較清醒 這樣就是 宗教就宗教 政治就政治 倫理就倫理 這個分得很開的 不同的地方 就做不同的活動 就不會像中國人的 同樣東西 有那麼多種意義 這樣就很少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同的特點 所以如果說 這個混合的文化意義的豐富 中國藝術品的意義 就比較豐富 但是我們看看西方雕刻的神像 西方雕刻的神像 外形多數是很優美的 這個也很美 它是很優美的 很優美的 即是藝術品 這個也很美 但是這個 那些雕像 多數是什麼 呢 多數是由石頭雕出來的 大理石 或者不同的石頭 在石頭裡 雕出來的 所以這些雕像 基本上它內部的神質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塊石頭 石頭本身 裡面是不能夠容納其他事物的 所以西方的雕刻 基本上它不是用來容納一些事物的 雕像本身 例如這個神像 就是一個神像的外貌 這個神像的外貌 裡面是不會用來裝東西的 裡面是一個石頭 跟中國的定義不同 中國的定義在裡面 就是中空的 空虛的 是可以用來裝酒 可以用來裝糧食 可以用納使物 這個特點也很不同 跟西方的藝術品的特點也很不同 這個就是 中西方的藝術起源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看到 有種不同的分別 這個就影響到 中西藝術後來發展的方向很不同 這個影響到很大 這兩方面是不同的 遲些也會再講一下 古希臘的雕刻 它的外形是很漂亮的 但它的實質是夠石頭 剛才剛才說的 這一種這樣的表現 我們可以說 這個藝術品是一個 形式的味 是人外加上去石頭上面 如果用帕拉圖之惡的說法 這個就是要做一下 形式賦予給石頭這個質料 形成一個美的藝術品 即是石頭是一個質料 人就把石頭 付一個形式給它 形成一個美的藝術品 所以這一種美 是一種外加一個形式上去 而不是這個質料本身 這個石頭這個質料本身 不是美的 但是人是外加一個形式上去 令它變成一個美的藝術品 所以這個就變成 後來就有這個 阿里斯多德所說的 一個藝術品的說法 他們的說法就是 藝術品原本就是 模仿形式而形成的 藝術品怎樣形成呢 就是要模仿的形式 因為形式代表美 所以將這個形式放在質料上 變成一個藝術品 所以西方這種藝術品的特色是這樣 好了 當人去做這個雕刻的時候 我們就要靠人 對這個石頭 這個石頭的質料 我們就要對這個石頭 做一些砍削的工作 做雕刻 要做砍削的工作 做砍削的工作 這樣就令到這個石頭 就合乎我們人所異常的形式 就是我們腦裏面 這個人就想著有一個形式 這個石頭應該要變成一個怎樣的形式 跟著我們就根據我們所想的形式 就用我們的工具做一個 陷上的工作 逐一逐一逐一 這樣把它變成一個 合乎我們所異常的一個形式 令到這個形式 可以架上在這個石頭的質料上面 這樣令到這個形式 就限定這個質料的形象 就是我們將這個形式加上去 將這個質料限定 變成一個我們所異常的一個形象 好了 這個就成為這個西方的一種 藝術品的形式 就是這樣的一個質料 加形式的一種表達方法 好了 大約由古希列羅馬到中古的藝術 他們的雕刻、建築 都是這種人外加種形式 在某個石頭上面形成的 西方藝術發展這個時期很長 一直著重一種以建築和雕刻為主的 藝術創作時期 就是由古希列至中古 都是以建築和雕刻的形式 這種形式就是把形式加到石頭上面 這樣發展出來的 所以這個 文藝復興時期 曾經有一句名言 每一塊石頭裡面 都內藏著一個雕刻 因為他們的作品很多時候都是石頭製造的 所以他的說法就是 每一塊石頭裡面都有一個雕刻的 就是看看人如何將形式加上石頭上面 將它變成一個美的藝術作品 這是一個他有智慧的名言 而這個就是古安哲羅所雕刻的人像 我們看到 他很多時候雕刻到 那些人都是根骨不老 我們看到他們喜歡雕刻的人像 都是一些裸體的 或者是全身的肌肉 石頭全身肌肉的肌理 是看到的 根骨不老 通過這個雕刻的人像 我們就好像看到一種生命力 在石頭的內在裡面 表現出來的 他人充滿著一種力量 那種生命力在裡面表達出來 那後來羅丹的雕刻也是這樣 這個雕刻就看到那個人像 都是一種根骨不老的一種形態 那通常這種雕刻都是 石頭的雕刻的表達 都是需要由人的砍削 將石頭加以砍削而形成 根骨不老就好像見到一股生命力 在內在裡面表現出來的樣子 那這個仍然都還是這個 由雕刻的功夫而造成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一個石頭的生命呢 就不是 石頭本身是沒有生命 所以這種有生命力就通過一個雕刻的功夫 而形成一種表象 這個表象是假的 你說不是真的石頭 不是真的有生命 令到這個表象浮現在石頭上面 好似有生命 好似很有生命力 所以這種是藝術創作的功夫 所以這種是藝術創作的功夫 到了藝復興時代 開始就出現所謂近世的配畫 西方藝術的發展最初就是建築雕刻 這個是主流的 主要就是做藝術創作的主要就是建築雕刻 所以我們看到大部分都是古代的雕像 或者神廟的建築 我們看博物館很多時候 我們看古代的藝術作品都是這些東西 多數都是雕像 神廟比較難看 但是它有時都會做神廟的 部份重新砌出來 你們看看會有的 古代多數都是這些 朗文藝復興之後 開始轉為繪畫是一個主流 很重要的繪畫 在畫布上面 就繪畫人物的形象 人物的形象 原本就像米哥和哲羅一樣 通過砍削石頭 將形式放在石頭上 而表現一個人物的形象 但是繪畫就不同了 繪畫就在畫布上面 將人物的形象繪畫出來 這種藝術形式 從石頭轉到畫布 這種表達方式 黑格爾的藝術哲學中曾經說過 它說這個由建築雕刻去到揮畫 是西方藝術精神 由質實的石頭 要求超拔升進而去到新境界 即是說這是一個境界的升進來的 即是由建築和雕刻 將美的形式放在石頭上 這種表達方式 轉到將人的形象表現在畫布上面 變成一個揮畫 這種表達方式 是一種境界的升進來的 升進是一個新的境界 因為揮畫所畫的人物形象 是變成一個面相 是變成一幅畫的面 這樣就不是一個立體的石頭 是一個面可以表達到人物 而這個形象的尾 是不需要再寄託在一個這麼質實的石頭 不需要寄託在一個這麼硬的石頭 已經都能夠表現出一個人物 不需要寄託在質實的石頭 這些物料上 這個配畫裡面的人物 是一個平面的存在 平面的存在 已經可以表達到這個人物出來 不需要一定的 需要這麼質實的石頭 來表達一個立體的存在 由立體化為平面 質實的立體融入了這個平面裡面 變成一個純粹形象的光影 純粹形象一個平面的光影裡面 已經表達到一種美 表達到一種人物形象的美 這個可以說是西方技術精神的一個大升進 大躍進就升了一個境界 不過克格爾又說這個繪畫的精神其實都有局限 就是這個繪畫的形象光影是正義不動 定義不義 不能夠真正表現出生命心靈的活動 因為克格爾覺得西方的近世近代的繪畫 它相對地比石頭好的 因為不需要一定用石頭 但是它都有它的局限 就是它是一個純粹正態的 正態的形象光影 正義不動 純粹正態的活動 定義不義 不能夠真正表現出生命心靈的活動 我們人的生命心靈其實是活動的 是比較靈活的 但是西方的配畫很多時候就是正義不動 它所畫的內容都是正的 固定的 或者人物都是固定的 這樣就不能夠令人的生命心靈在裡面加以活動 心靈比較難在有定限的配畫裡面 表達到無限 所以怎樣才能夠在有定限的藝術活動裡面 表現出無限的一個心靈 這樣西方藝術的發展就要靠八十八十九世紀以後 那個藝術發展到西方的音樂和文學的興起 音樂和文學的興起 音樂和文學的興起再打破了這個規畫的局限 成就了西方藝術精神的再升進 所以到了西方文學的浪漫主義文學 如果說文學 西方的文學發展到這個浪漫主義 就是最能夠表現到人由定限去到無限的生命心靈的要求 所以克格爾認為這個是藝術精神的一個極風 克格爾認為是藝術精神的一個極風 西方藝術精神由雕像發展到配畫 已經成為了一層的境界 由這個規畫發展到音樂和文學 又是一層的境界 這個文學發展到浪漫主義 人就可以通過這個浪漫主義的文學 由定限達到無限達到這種心靈的要求 所以他認為是藝術精神的高峰 這個克格爾 這是他的講法 其實克格爾之後 西方的配畫藝術已經繼續有所發展 西方的配畫是會超出他自己定限的形式從角 又有其他派別的出現 即是他所畫的東西 你開始就原來可以不定限 由於印象派到抽象派 你的努力配畫 你的努力有不同的發展 由主觀印象至由構想 而形成一個配畫 這樣是一個微感的一個直接的對象 即是西方的配畫 其實立刻刻意他自己這樣看 他見不到後來的發展 後來的發展 其實一直嘗試打破局限 打破局限一直發展 希望嘗試做到一種對於美感 將這個美感做一個直接的對象 即是他不需要再畫一個 由印象派到抽象派的發展 就是不需要再特別畫一個特定的人物 特定的四物 或者特定的風景 可以喜歡有什麼印象的感到 或者沒有什麼印象都好 自由創作 任你購相 怎樣都可以 抽象派都是這樣 將這個美感作為一個直接對象 即是西方藝術歌 西方配畫的發展 將美感作為直接的對象 就好像意大利的智學家 羅齊的美學 他說人對美的形象是一種主觀的直覺 即是說對美的看法 我們會覺得是一種內在的表演 我們人就會用這個油墨去揮霧出來 即是我們對美有內在的直覺 我們就嘗試通過這個油墨 就將這種對美的直覺表達出來 就是想傳達出我的絕本印象是什麼 我所 我自有扣相的美是怎樣 這樣就傳達出來 這種表達形式 就超出了客觀人物形象的限制 我們不需要刻意畫一個人物 一定要畫得很像、很美 不需要 你覺得有什麼印象 你不想不到 這樣就可以畫 所以被醜醜派畫出來的人 你覺得不像一個人 可能是用圖案構成 或者不同顏色構成 這樣就是 做一個超出客觀人物形象限制的表達 這種方式 都可以說是西方藝術精神的升進 所以有人說西方藝術的變化 就是慢慢由客觀變主觀 由石頭畫布等等 有些人覺得可能是受中國藝術的書以為本的特點影響 西方的櫃畫都是由最初畫一些對替的東西 慢慢變成人像派、人手像派 變成書以為本 就是表達了一種疑點 可能是受中國藝術的影響都不一定 但問題就是 我們中國藝術的書以同時要求 要貫通自然生意人物的異趣 而不破壞原有的形式 中國藝術的要求書以的異趣 那個說法 是說一種 人的那種意念 對於一個美的感覺 或者不是美的感覺 或者這種意念 去到大自然那裏 去到人物那裏 但其實是要求不會破壞原本的自然 不會破壞原本的異趣 但我們看看現代西方藝術 他們固然是講一個諸觀的異想構造 著重一個諸觀的異想構造 不再局限在一個客觀的人物形象 著重諸觀的異想構造 但很多時候他那些異想構造 是跟自然的人物形象互相違背相反 即為了要突破 就跟原本的自然的人物形象 是很違反的 你覺得原本人應該有兩隻眼 就像鬼一樣 各種類型都有的 所以這跟自然的人物形象 是相違背相反的 即是說是自己封閉限制在一個諸觀意念裡 即是他突破了一個客觀人物形象的限制 但就限制在自己的諸觀意念前往之內 結果自己的諸觀意念都成為一個羅網 即是不可以離開羅網 如果他再想決裂 要想離開羅網 就唯有再破壞這個認識 將原本這個認識再加以破壞 變成任意圖沒的硬料 因為他想再破除這種認識的時候 然後想離開這個局限 他的方式就是破壞的認識 如果變成後來有些牌子 就是真的任意圖沒 將眼尿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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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於證到他很亂為止 寧願疹答 但這些都有一些意思要表達的 確實也是 可以表達到這個森林裏面的那種屈跡緣分 不過這樣就不是帶一種利感 如果是森林裏面的一種緣分 這種我以為是進入了解以術的魔導 但我們看回源頭 正正仔克格爾所講的人 原本是想有一個定限形式 去到一個無限 你說他是不是錯呢 他又不是說錯的 他只不過是想有一個定限的認識 去得破 要求這個突破到定限的認識 由定限到無限 不過他那個做法 我們覺得他進入魔導 就是不得其法 我們看回中國藝術的方式 跟西方藝術這種有些不同 我們看過西方藝術的大躍的發展 就覺得中藝術其實都有這樣的要求 剛剛上面講過 特格爾的意思就是 總是想由定限的認識去到無限 正藝術家的心靈 總是想由定限去到無限 原本就不是人的規劃所能夠負擔的 就是你要求由定限去到無限 最初就是這個 最初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講過這個 就是格爾的說法 就是由這個 建築雕合 由石頭去到刮布 那個 就想由這個定限去到無限 就是一個進步 這個已經是一個進步 但是是不是真是匪劃 就這樣放在刮布 可以做到 那些意思就是 你不是人的規劃能夠負擔的 規劃一定有形象 你既然是規劃的時候 就一定要畫一些形象出來 形象就一定是有限的 這樣有限的形象 始終不能夠由定限去到無限 想由定限去到無限 就只有靠 令原本這個有定限的事物 自己震動成為聲音 符合混亂 變成音樂 這樣正正就是因為 配話有形象 有形象就總是有定限 所以 怎樣才可以變成無限呢 就是 變成聲音 聲音變成混亂 混亂變成這個音樂 音樂 就變成一種無限 音樂它沒有畫布的限制 沒有形象的限制 按照計程都可以無限 但是音樂呢 仍然有音調的單位 這個單位你可以說它是一種限制 所以一定要再進入文學詩歌 用文字書以書情 即是音樂是否真的完全無限制 音樂就會被音調和旋律所限制 然後再進一步 就要進入文學詩歌 因為文學詩歌裡面 就會用文字書以書情 這個用意和情呢 就譬如 好像這個浪漫主義文學 那樣 這些文學的文字 就可以達到一個很遙遠 很超越的境界 能夠通過這些文字 將人由定限 帶到無限 所以理論上這個才是藝術精神的極風 不過黑格爾就不知道 中國藝術的發展 和西方藝術的發展有一點不同 中國藝術能夠在繪畫裡面 自己開出一個有限達到無限的境界 剛才說過西方的配話 理論上就負擔不到這個 由有限到無限的這種做法 因為西方的配話 它對市民說它是認相 一定有限制 很難打一個無限的境界 但是黑格爾就不知道 原來中國的配話 是可以開出一個由有限到無限的境界 而中國藝術的來源 為什麼中國的配話能夠做到這個境界 就是因為這個來源 就是因為有中國的藝術精神 因為中國的藝術精神 就不是一種 只是一種外加形式 在物質材料上面 這樣的一種形式 中國的配話 就是西方的藝術精神 是怎樣 就是這個 將這個形式 加在質料上面 這個石頭的質料上面 這樣就將人覺得美的形式加上去 中國藝術就不是一種外加認識 美在這個物質材料上面 這樣的方式 中國的配話 其實是直接是由這個頂兒上面的 那些化文 文字 那裡發展出來 所以就跟西方的配話 繼承這個西方的建築雕刻 而輕體是不同的 因為西方的配話 為什麼有這樣的限制呢 就是因為西方的配話 繼承這個西方的建築雕刻 那裡發展出來 所以變成都是一種 將一個形式 外加在一個質實的物料上面 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而中國的配話 就由那些頂兒上面的 那些化文 文字 那裡發展出來 所以這個形態就不同了 這個 中國的配話 是直接表現人的生靈心靈 由人的生靈心靈 運動在子彼物件上面 生靈心靈由這個不焦 依次序流露出來 形成的一個配話 依次序流露出來的時候 裡面就會有一種混亂的味 所以這個就是配話的形式 和西方的配話不同 中國的配話 那個特點 就是我們用自筆墨 自筆墨 用筆尖慢慢畫出來 這個用筆這樣畫出來 這個用筆 其實是有一種混亂的 中國的配話 這個用筆有很多混亂的味 在裡面 大家如果有學過這個配話 或者書法 大概明白這個 是有節奏的 我學過書法 寫字的時候 要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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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形狀出來 很好 這麼簡單 要寫字 是要寫字 如果 . 可以沒有形狀進去 這個 所以 那種不沾的流動 就是一種混亂的一種� 和節奏 就是中國書法的形式 Camp 和西方的配話不同 Давайте 暗西方的配畫最著名是油畫、油畫的顏料 已經泡沫在畫面上 越泡越厚 是質料比較重的一種做法 不是講究流動的節奏感 而是做法完全不重的 所以西方的配畫主要是用顏料 桃沫在畫舖上 所以跟中國的畫不同 所謂中國的配畫 很多時候我們形容中國的配畫 以前的說法是要有氣韻、日韻、神韻 即是說在配畫中要有一種韻律 配畫中要有一種韻律 中國的配畫是一種韻律 畫中要有一種自然的音樂 畫中要有音樂 畫中要有視覺 就是一種韻律 一般的中國畫是可以提示的 畫完一幅畫之後 會留下一些地方 提手師 中國的畫家很喜歡的 留下一些位置提示 所以一幅畫裡面 會有畫、音樂、詩歌 合二為一 同形式的藝術是會合二為一的 所以通過中國的配畫 就可以開出黑戒爾所說的 由有限去到無限的境界 黑戒爾的說法 它一定由某種形式慢慢升進 由雕刻去到配畫 配畫到音樂、音樂去到文學、詩歌 這樣才是最高境界 一種形式慢慢升進 但是看到中國的矽畫 原來在矽畫裡面 已經包含了音樂、詩歌 幾樣合二為一 在矽畫裡面 已經做到有限到無限的境界 但是由西方的矽畫去講 我們發現西方的畫 所謂有畫 我們很少會畫 不會說它有什麼日韻、氣韻、神韻 不會這麼評論 不會說什麼畫中有事 所以西方的配畫 不能夠說到在畫裡面 開出一條由有限去到無限的道路 但是可以說我們中國的藝術 那個配畫 就可以由有限開出無限 所以由這裏講 我們可以說 中國的配畫藝術 原則上可以說是高過西方的藝術 我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看 來看 我們可以看 西方的背話是不能有這個不沾依次序流出 而表達出一種人的一種生命心靈 由材料和運用來看已經覺得是不同的 中國人的背話是指筆密 某種節奏的流動就可以把心靈心靈的動態和感覺表現出來 西方的背話的質料是油墨、碳、碳、其類的質料都是比較重的 厚重的質料 所以水彩畫比較好一點 水彩畫的顏料比較細緻 油彩就比較重一點 水彩畫的顏料比較細緻 但是水彩畫在西方來說是很後期才開始的 十八世紀才開始 有些人說是受中國畫的影響 所以才有水彩畫 比較後期才開始 但是西方人用水彩畫的顏料 顯然不夠中國人的書畫所用的麥 或者重煙那麼細利 西方的水彩畫 雖然水彩有很多種顏色 但是講到用麥的勢力 始終不夠中國人 中國人用麥 根本不用這麼多種顏色 水彩畫基本上是一隻色 通過一隻樹彩 黑色的深淺不同 就已經可以表達到不同的變化 所以這個很厲害的程度 西方人的水彩畫是不及得上的 西方彗畫有所用的筆 很多時候比較硬 他們的畫筆很多時候比較硬 毛也比較硬 不夠中國人會畫那支毛筆 中國人的毛筆是很軟的 尤其是用楊號 用那支非常軟的 運用自軟 這個 這個越軟 就越能夠表達出一種靈度 中國人的樹彩畫 那支毛筆因為夠軟 所以才能夠表現出 那些力量在背畫、樹法上表現出來 硬的那些很難表現到 西方背畫裡面的油布 有塊布 油畫有塊油布 可以用來塗折硬的硬料 油布 將硬料折上去 但是中國的背畫 用那些紙 紙 用來吸收 那些膜 質料又很不同的 那些布塗上去可以同一層 它不會吸收 變化很大 但是中國的孫子 你發覺 吸收了油墨之後 它自己是會有變化的 化開的 那些書畫家 那些書畫家 它是通過掌握那些油 那些膜 那些膜 和孫子的變化 要掌握那個快慢節奏 深淺性 你去畫出中國的背畫 這個 這個呢 那個質料 所以但那個中西背畫的質料 是很不合適的 這個呢 大家也知道 這個畫 但是這個 所以 我們發現 這個 西方畫家 對這個 字筆默的材料 始終 不夠中國畫家 廣告 他們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背畫 但是我們看到他們所用的材料 是不夠中國人的背畫 那麼厲害 那麼細緻的廣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歷史發展是這樣 由古希烈二代 這個西方的術家的責任 就是 將形式賦予給某個質料 就不知道那個質料 那個質料的粗重 譬如石頭 正正就是 就是 倒轉 可能 給那個認識 是一個限制的 就是他們那個想法 因為你就是 將一個認識 賦予給那個質料 這個西方藝術的發展是這樣 將一個認識賦予給那個質料 這樣就沒有研究到 這個質料 倒轉頭 然後可以 是影響那個認識的 但是中國的藝術思想 就是一樣 中國的藝術思想 一向就沒有一種 所謂形式質料的對立 沒有一種形式質料對立的一種看法 所以就一定會先要求 運用這個質料 運用質料的時候 總是要求那些質料 是由粗重慢慢變成為一個勢力 所以中國人對那個質料的要求 是比較勢力的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最著名的這個書畫 他們所用的那些質料 都是很勢力的質料 即是孫子 毛筆 都是很柔軟 很薄 這些物料 不會說很厚重 厚厚重的東西 而且雖然大家都是孫子 他都分開很多不同的級數 分得很細的 那些是很勢力的 真的分得 這樣呢 所以這個 正正是因為那些質料 可以這麼勢力 所以那些書畫家 比較能夠可以 自由運用 運轉次元 做到所謂不易取不到 因為那些字不默 他想著那個字要怎麼寫 的時候 他就點多少默 那些默的濃度是多少 然後呢 在指道那個節奏是怎樣 力度是怎樣 這樣呢 就易取 易度不取 想到 筆就跟著去 這樣呢 就很自由運轉 這樣呢 就在一個 紙上面 就畫了一些紙出來 或者畫一些山水 等等 在意念的流行裡面 這個意念 在筆的流行裡面 就有一種運率出現 一路畫的時候 有種節奏 這種節奏 有一種運率 這種運率是什麼運率呢 就是我們生命 心靈的一種運率 就是通過這支紙筆 在這裡 在畫的時候 就表達出來 所以表現在這個 書畫裡面 我們會稱呼它做氣韻 所以中國人的書畫 我們要叫做氣韻 就是裡面有一種生命 心靈的一種氣在裡面 氣韻 變得出來的一種運 氣韻的形式就是 由這個筆沾流動出來 流動出來 這個也是人的心靈心靈 內在發出的一種次序 通過這種次序 通過不止步 而流動出來 這種形式 這種心靈的內容 就是內在在這個 黑色的線條質料裡面的一種形式 是內在在這個活動裡面 而不是內在地 將形式加上質料裡 所以整個活動的過程 整個活動的過程 整個活動的過程 藝術創作的活動的過程 就不像西方雕像 標 cards Time 雕像 就是成根 長的質地 momentum 舒服 好像 睇上 去 待 fib 怎麼 中國人的 對啊 我們心靈內有一種疑點 心靈心靈內有一種疑點 通過我們的骨尖流動 依次序地將這種疑點通過一種節奏 通過一種混亂 變成一種蝕條 操憂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深淺 孫子的吸收程度不同 我們掌握你的程度 不同變成複畫或者複製 這種表達不是將內在的認識加在質料上 這是一種合一的表達 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質料和認識的對立 所以變成一個創作認識都不同了 我們這個意見其實是內在在這個認識裏面 亦都在質料裏面 就不是將認識外加在質料裏面 所以這種創作的境界 就不是西方藝術家所能達到 正正因為西方藝術家所用的材料 比較粗重 比較厚重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限制 令他們的認識永遠可以浮現在材料上面 不能夠內在在材料裏面 但是中國人那種方式可以令到創作 那個生命內在材料的氣韻裏面 所以變成畫出來的那幅作品 畫裏面有音樂 畫裏面有詩歌 也沒有人在西方會畫裏面提示 沒有這樣的做法 所以變成變成畫裏面 變成畫裏面有詩歌 也沒有人在西方會畫裏面提示 沒有這樣的做法 所以變成他們的藝術 比較難做到一種由有限達到無限 中國的配畫比較在這方面 做到由有限達到無限的表達形式 所以中國的配畫原則上 可以高過西方配畫的地方 是沒有氣韻的 我們所謂畫中有音樂 畫中有詩 因為音樂之所以為音樂 不只是音的高低 而且音樂和音樂之間還有一種間距距 音和音之間有一個距離 這個距離就是音樂中間是沒有聲音的地方 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剛剛克格爾所說的 西方的藝術形式裡面 音樂是比較高的 因為音樂是可以沒有了物質的限制 沒有了質料的限制 所以他們的藝術形式是比較高的 所以他們的藝術形式是比較高的 現在在說音樂 不只是有一個高低音的問題 音樂和音樂之間有一個間距 這個間距就是音樂裡面 一個沒有聲音的地方 沒有聲音的 沒有聲音的 這樣才成為一種節奏 有一種混亂的 這樣才成為音樂的 那中國的繪畫裡面 就有所謂虛白 中國的繪畫有些地方是不畫東西的 是不畫東西的 留白的 虛白的地方 沒有色 沒有形狀 什麼都沒有 那些這樣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間距的地方 就等於音樂裡面的間距的地方 有色和沒有色 就是兩種有色的地方 中間有一個虛白的地方 這個就是間距 等於音樂中間的無色音的地方 所以這個中國繪畫裡面 我們看到這麼多虛白的地方 就是形成這個 為什麼我們說繪畫裡面 會有一種混亂 畫裡面會有音樂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看畫我們看到 這個虛白是令我們覺得 但是西方的繪畫 由古至今 都只知道是用形式 用形狀 用顏色 很少會說這個虛白 比很近代的 受中國繪畫的影響 傳統的西方繪畫 都是填滿了顏色 填滿了形狀的 這樣就不知道 所謂虛白 原來虛白的地方 是可以有靈氣的往來 成為畫中的氣韻 這個就是西方繪畫裡面 為什麼西方繪畫 傳統的西方繪畫裡面 不能有音樂有關鍵 就是這個 好 好了 除了講這個 這個繪畫之外 也講一下其他藝術品 中國的繪畫 剛才講過 有虛白 有靈氣的往來 有虛白的地方 就能夠有靈氣的往來 形成了所謂氣韻 這個西方繪畫沒有了 這個世界很多不同的學者 都可以講到的 這個 這個奈玉坎 我都可以講 同學者都可以講到 中國繪畫有氣韻 西方繪畫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看回那個來源 看回那個來源 為什麼西方繪畫沒有這種氣韻 而中國繪畫會有呢 其實就是因為 這個西方藝術 就是由這個建築和雕刻開始 是由建築雕刻開始 但是中國藝術就是由這個頂而開始 就是由雙朝、周朝的頂而開始 雕刻的形式就是有塊石頭 然後是外在地賦予一個形式 對這個石頭 你覺得是雕刻 這種形式就是所謂 質實不虛 即是石頭很實的 質實 沒有一些虛的地方 整塊石頭都實 只不過外在家的形式給它 沒有任何虛的地方 所以它後來發展出來的古畫 何而為什麼 發展不到一些虛白的概念呢 就是因為它根本最原初的 藝術發展呢 就是一種質實的形式 外加個 外圓圖的形式給石頭 所以是一個質實而不虛的方式 這個 但我看回中國最早期 傳統的頂而 不是的 頂而是什麼 頂而是它好像一個盤 一個盤一樣 是壯野的 中間是空虛的 中間是空虛的 中空而內虛 這個 我們看到它可以用來裝酒 可以用來裝食物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就是 中國藝術的另一個特要 所以這個中國藝術 除了頂而之外 我們看到另外一種 比較具體的藝術品 就是瓷器 這個瓷器跟西方的雕合有 很不同的 中國的瓷器 亦都好像雙朝、周朝的頂而 中間是空虛的 瓷器的發展 亦都繼承了中國古代的銅器的發展 用瓷泥代替了頂而的銅 頂而是很厚重的質地 用銅鐵做出來的 但是這個瓷器就用一些泥套 瓷泥代替了那些金屬 來做 所以它做出來的作品 仍然都是繼承了古代那些頂而的特點 就是中間空虛的 不是一個質實 是一個實曬的東西 總是中間很多時候空虛的 這個瓷器跟西方的雕合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點就是中間空虛的 第二點就是雕合由石頭做出來的 因為在西方的雕合有石頭 砍削石頭慢慢鑿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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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鑿燉 但瓷器就不是 魂蜂就是用瓷泥掃叠 用人手掏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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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掏要做出來的 砍削石頭 然後用鋁、利器、硬的器物,用鎚 這些器物或這種活動代表人力和石頭的搏鬥 要砍削石頭,石頭很硬,不出力是不會搏 砍削石頭的過程代表人力和石頭的搏鬥 搏鬥的結果是石頭有所損毀,人力有所膚蝕 石頭由大舊變成很細舊,人作得多人又會累 這是人力和石頭搏鬥的結果 人力所不及的就是雕刻的形式限制 所以雕刻的形式一定有所限制 因為人力和石頭搏鬥的結果 兩樣都有所損傷,這裏一定有所限制 但是中國不著重石頭的雕刻 中國的實物的雕刻就是這些陶瓷 陶瓷是用泥來做的 用泥來做,就是用泥來掃裂 這種方式對這些泥其實是無所損毀的 有甚麼所謂損毀的泥呢?沒有的 你如果練得不正確的話 就初翻運去,做另一塊再做過 沒有所謂損毀的,不會浪費了泥 沒有所謂損毀 而且你不需要和舊損毀的損毀 用很出力去和他做損毀的損毀 不需要,純粹是一種很輕巧的功夫 功夫是在巧不在力 不需要很大力和他損毀 但是需要一個好技巧,藝術的技巧 所以對人力沒有甚麼損傷 泥是比較幼和的 可以讓人自由加以掃裂 有無限定的認識的可能 因為泥是軟的,尾上燒之前是軟的 就是任你怎樣損毀的,所以有無限認識的可能 因為有這個泥是可以自由掃裂 所以人做的瓷器可以做到所謂的二度受到 二度受到 因為用人手來做的時候 就像石子一樣,二度受到 我的意念去到哪裏 我們受到哪裏 這樣就可以製造一個瓷器出來 所以製造瓷器都好像人不敢挖那些書畫 這是中國藝術的特色 書畫可以易度不除 製造瓷器也是 手道的瓷器,易度、手道 手道的瓷器形狀就出現了 所以中國藝術 由最古老的鼎兒 開始發展出來的中國的書畫 中國的瓷器 都有這種特色 所以我們可以說西方沒有這種特色 第一,沒有這種虛白或中虛的形式 第二,他們的質料很厚重 中國的質料很厚重 所以這兩種由一開始已經不同的特色 一直發展出來 我們可以說中國的配畫 原則上是高過西方的配畫 中國的瓷器也能夠遠足上 那個境界高過西方的標籤 為甚麼呢? 剛才提到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就是中國配畫的材料 這個筆麥、瓷器的材料 就是那些冷套 質地都是比較細靈 西方的厚重的材料 鋼硬的材料比差很遠 這些細靈、柔軟的材料 是比人容易加以運用 比較能夠表達人的心靈心靈 第二,就是剛才提到的 就是中國配畫和瓷器 都有一個所謂去白、去空的特色 這兩點有這個特色 就可以讓人的心靈 在這個藝術品裏面 有一種流動 有一個空虛的地方 就能夠見到一種活動 如果沒有去空空的地方 就變得很實質、很質實的一件 生活比較大 所以有這兩點 我們可以見到 中國藝術能夠做到 由有限去到無限的境界 中國藝術能夠做到有限去到無限的境界 好了,怎樣為之有限呢 就算是說中國的配畫 中國藝術品也好 無論是鼎兒、配畫、瓷器好 你完成之後 它都會成為一個有限的存在物 它只要是一個藝術品、一個完成品的時候 它一定是有限的 都是一個有限的存在物 這個就叫做有限 所以任何的藝術品 只要是一個物品、藝術品 都是有限的 但是其中有兩個無限的意思 是可以說的 雖然這個物品是有限的 但是可以說到一些無限的意思 可以怎樣說呢 第一就是 講這個藝術品在哪裡生出來 怎樣做出來的藝術品 這個藝術品是不是來源自人對材料的自由運用呢 如果是能夠自由運用的 這個運用的可能是沒有定限的 就叫做無限的 我們首先要看這個藝術品怎樣做出來 如果這個藝術品做出來的時候 那些材料 人是可以自由運用的那些材料 而那些材料怎樣去運用呢 是沒有一個限定的規定的 這個就叫做無限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那些泥土 就是一些很柔軟的泥土 泥土是可以隨你自由運用的 怎樣做呢 可以撞到的 它是沒有限制的 沒有一個規定的定限 所以它的表現就可以無限 這個是相對的 相對於石頭來說 西方的石頭 帶你石頭很硬 因為這麼硬的材料 你是有很多都很難自由運用的 你是要就著它那些堅硬的程度來作的 這個 所以就有很多限制 相對於是沒有這個泥土那麼自由 所以就限制就比較多了 石頭 所以這個瓷器的那些泥土 就具有木丁限 反而可以加以多種掃料的可能 這個 中國的筆墨也是 中國的筆墨 筆的毛很柔軟的 那些墨也是 那些墨可以稀可以弄 這樣也可以用自由去畫都可以的 這個 這種這樣的筆和墨 都是相對地比較能夠讓人 自由運用 而有無限的可能 相對於西方的那些 油彩和畫筆 就比較硬 一般的畫筆比較硬 油彩比較重 相對地沒有那麼自由 不過其實我經驗的就是 越自由是越艱難的 越自由你想畫得好就越難的 這個 自己的毛筆那麼遠 那些墨又不知怎樣處理 它不一樣的氣 停在紙上又不知時間有多久 那個暈倒也很難掌握 就是越自由越是難控制 你越是技巧越是要高才行 相對地是難的 反而那些沒有那麼自由的那些 其實容易一些的 所以那些油彩那些油畫那些 就是這樣油的油彩一層一層 這樣油上去的那些 其實相對地是容易一些的 因為你油錯了 你可以達到另外一層再油的 因為它就這樣油上去的 它不需要很有技巧 很有規律 那些範圍 沒有那麼難 就是掌握那個筆馬那些 沒有那麼艱難 好了 這個就是第一點 怎樣可以有這個 中國那些藝術品 怎樣可以有這個有限 講到無限 第一點就是由材料那裡講 第二點就是由這個藝術品的形成 藝術品本身是虛空能用 虛空能用 就是它有虛空的地方 有虛空的地方就可以容納 有虛空的地方才可以容納不同的內容 有虛空的地方才可以容納不同的內容 如果可以容納不同的內容 那就是說它的表現就可以無窮盡 就是例如剛才所講的中國的頂儀 頂儀呢 中間是空的 可以裝酒 可以裝糧食 這樣呢 你可以裝滿酒也行 放滿糧食也行 所以那些變成你可以做影巢也行 可以做祭祀也行 可以用來做日常的飲食也行 可能性很多 你可以裝不同的東西 可以用來做不同的都不同 所以這個呢 因為它中間是空虛的 所以它所表現出來的可能性是無窮盡的 中國的瓷器都是 中國的瓷器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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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出來的都是 中間是空虛的 原本可以用納事物的 所以有一種無窮盡的可能性在裡面 好了 我們看看書法作品 我們看一幅作品 不只是看它黑色的地方 這個書法作品 畫一些字在這裡 不是黑不白的 整幅作品 只有兩隻色 一隻黑一隻白 我們不可以只看它黑的地方 沒有不默的地方就是白 那些就是虛白的地方 虛白很重要的 很難掌握 我十幾年書法 到現在的老師 還說我張法掌握得不好 就是那些空白的地方 總是控制得不好 空白的地方 都是要適當掌握的 現在掌握不到就是這裡 有些地方 就不可以太多 有些地方就要多些空白 要有節奏感 留白的地方 原來每個字不同的字 或者每一句和每一句 一段落和一段落 那些留白的地方 都不同的 有些不同的混亂 這就是所謂他們的氣混 這很難掌握 你看看這個 那些作品好不好 原來要看這些地方 在這些地方 我們可以感受到 那個書法家的精神 就是這些地方的表現出來 整幅作品看下去 如果他看到他 那個文化的 那你見到他的精神狀態 是不同的 和他的一些作品 很梳落有子 那樣的表現 是有不同的 正正是表現出 那個書法家的精神狀態 那個生命生命 是怎樣 可以在他虛白的地方 表現出來的 所以這個 中國背話裏面 有這個虛白的地方 就容許這個 所謂這個 山川靈氣的 往來 這個山水話 就看到這個 那些虛白的地方 有些山川靈氣的 往來 其實那些山川靈氣的 往來正正就是 人的 生命心靈的靈氣的往來 你看畫的時候 或者那個書法家的 那個生命 跟人來看欣賞的心靈 就在那裡結合 因為一切事物 它那個實在的地方 都是有限的 所有事物 它當然有些實在的地方 但是它 一定要有些空虛 有空虛的地方 才能夠容納不同的事物 容納其他內容 所以 凡是這個空虛的地方 就沒有了這些 所謂實在的限制 沒有了實在的限制 就是所謂 一些叫做 無限的地方 所以 中國書畫裡面 這個虛白的地方 就正正有一個 無限的所在 就是這裏 可以用不同的事物 不會限定了 有些特定的內容在那個地方 所以虛空的地方 就是 如果 不會被一些特定的事物 限制了 那裏就是虛空 我覺得現在那些 例如我們 城市設計 我覺得都是一樣 應該留一些虛白的地方 給我們 這個 我覺得 我們屋邨那些 實在都是 因為有些空的 空地 它們當然要做些東西上去 做到它不是做空地 沒有了一些靈氣 就是 不知為何它們這麼設計 我實在覺得 我覺得不太好 就是 以前 我覺得 初初搬進去那個村主的時候 有些空地 是甚麼都沒有 真的只有空地 那些時候 不同的人 都可以在那裏 做不同的活動 之後 人家打太極 就在那裏玩之類 空地 尤其做甚麼都可以 這些就是所謂的虛白 變了一些靈氣活動 就是這樣 但後來 不知道為何有些人 覺得這個 空地很浪費 這樣就 起兩個常環梯 整個空地 就沒得用了 日後就打不到太厲害 只有小孩子 下午幾個在那裏玩 整個用途質實了很多 立刻很不靈活 就是這些問題 凡是有特定事物限制了 就變得不靈活了 所以這個 中國會說都是這樣 這個是虛空的地方 就是對一些沒有特定的事物所限制 這就是靈起往來 所以就由上面這兩點看 由材料看 由對於虛空的地方看 中國的藝術 作品的形式 都可以說是 盡量 希望做到 就是有限 還有沒有限 這個要求是很明顯的 而西方藝術在這裏 的發展 可以說是 望塵莫及 中國發展了很多年 幾次年 都是有這樣的要求 西方藝術就比較質實 由中國藝術 能夠運用虛空 而形成一種形狀事物 所以對於這個物質 材料 就不會浪費 這個額 就是 中藝術品的特點 就是運用虛空 他運用虛空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 運用很多的物質材料 所以相對地 是沒有那麼浪費的 所以以前的中國畫家 所謂色脈如金 就是他們盡量浪費 那些紙筆脈 很省錢的 盡量浪費 這個畫 因為書畫 是要求 能夠運用虛空 不需要填滿整張畫紙 都是脈的 是不需要的 所以用脈是不需要多的 盡量做到就是用脈少 以意念多 用脈不需要多 但是表達出來的意念多 所以中國的詩歌也是這樣的 用字少以思多 才是好 中國的文字 其實文章也是這樣的 中國古代的音樂就是這樣 樂音微笑以敬遠 你聽過的古琴就知道了 很細聲 不吵的 完全你吵一點都聽不到 應該是說 很安靜才能聽到的 中國的古琴 很細聲 不是古增 古增也很響 古琴也很細聲 很細聲 但是古琴的聲音 表現出來的意境 很高遠 中國的圓林山水也是這樣 圓林山水的設計 石頭不細多 但它總是彎彎曲曲 有很多不同的圓景 西方的公園 皇帝後 皇宮後面的公園 主要是量的設計 很多的 很多雕像 很多石頭 很多噴泉 這樣為之漂亮 跟中國式的設計 不一樣 中國的瓷器也是這樣 中國的瓷器 用的是瓷泥 這樣做完之後 用正的可以繼續做 再做 不會浪費 西方的雕刻 跟一塊大塊的石 鑽一下鑽一下 然後小小的狗 作出來的不要 不能用得回 作出來的不是說 作出來的可以 又重新組合 又再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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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 由此可見 西方藝術 相對地 比較浪費天然事物 比較缺乏愛物飾物的感情 其實中國的藝術作品 是比較愛惜的事物 西方那些相對地比較浪費 愛惜事物 可以令到藝術品裡的物質成份 比較少 而形式美比較多 即是那個事物的少 但意思是可以多 這樣藝術更加可以成為人的心靈精神的表現 所以這些就是中國藝術的一種特色 剛才我們要講中國藝術的一種特色 相對於西方藝術來講 而中國藝術的這些特色 其實在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面 亦都表現出來 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面 亦都有這些特色 原本有時間都可以講 今天好像也講 時間就 15分鐘左右 好 我講多些 好 這個 好 剛才我講到 就是上面所講的這些內容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藝術 原則上可以說是比西方的藝術高 這個 在這裡我們就看到中國文化 有一種比較卓越的地方 我們確實是見到的 由此而見到 其實中國的整體 整個的中國文化 其實都是相對地高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中國藝術 其實就是由中國文化那道深出來 中國藝術其實只不過是中國文化的其中一端 如果我們不是整個中國文化都有這麼長月的高度 那就不會有這麼長月的中國藝術文化 但是整個中國文化 你要整體了解其實是很困難的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想講就是這個 我們從中國藝術那裡去看 比較容易見到一點 比較大家有目共睹 然後再講到中國文化那裡 就會容易明白一點 這裏 剛才上面我講到 這個 中國藝術品 有一些虛白的地方 虛白的地方 容易容納不同的東西 可以容納不同的內容 這一種精神 證明正正是表現在中國人的德性內 表現到 中國人的亮度 空襟 能夠容納人 能夠容納天地萬物 能夠容納 能夠容納得夠大 能夠容納得可以令人和市民 人和人都這麼和諧的 在上位的可以容納人民 可以容納萬民 在下位的可以敬佬尊嚴 容納不同的人 在後學的地位 我們就會全心為往性計絕學 負責在當今責任的 我們就會想著為萬世開大平 這些想法 這些中國人德性的想法 正正就是我們人的心裏 空虛而容納的這種表現 所以這種表現能夠滾通天地萬民 能夠滾通古往今來 這種就是相等於中國藝術品 那種空虛而能夠容納的一種特性 另外剛才也說過 中國藝術品的所謂的特點 就是物質少而意思多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就能夠愛識一些事物 愛識一些事物 不一定是因為那些物質不足夠 而是因為不忍心那些事物 不盡其用 不盡其性 就好像我們不忍心人 不盡其財 不盡其性 所以聖王子 你天下一定是要用人盡其才 人盡其性 所以人對事物也是這樣 要盡量用少量的物質 表現最多的藝術和文化 表現最多的藝術和文化 表現最多的藝術 好像文章一樣 要用最簡約的文字 表達最豐富的意思 那篇文章才是最好的文章 這些都是一些 剛才我們通過中國藝術品 而見到的中國文化內容 原因其他地方 所以說到這些 我時覺得很稀推的 就是現在中國 沒有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應該是很愛惜事物 但現在中國的文化 浪費到不得了 現在內地那些超級浪費 全世界最浪費事物的一個國家 這些問題就是 我們失去了我們的傳統中國文化 傳統文化這裡 開始 沒有了那個影響力 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所以為何要重新 講回我們的中國文化 就是要這樣 中國文化原本不是這樣 原本是很能夠 用剛才說的 很能夠用納人 用納事物 又不會浪費 為何現在總是反轉 現實上 現實的中國人 反轉了 完全離開了中國文化傳統 我經常覺得很唏噓 所以就在這裡 即是不再讀這些中國書 不再明白中國傳統文化的道理 變成這樣 即是他們想學西方 其實中國人這百多年來 想學西方文化 又學不到 跟著自己中國的書 又不讀 結果什麼文化都沒有 變成這樣 完全一種浪費的文化 變成這樣 純粹物質 這樣 所以西方文化的發展 對物質不斷增加 就是剛才說過 西方藝術的發展 不是珍惜這個物質 而是浪費的 因為它作石頭 由最初 原初的作石頭開始 就已經浪費了 所以它對物質的要求 是不斷增加的 就是一路浪費 而不是珍惜的 中國人就學了這一點 就不記得了 中國原本那種 那種愛識事物那種的特點 越浪費物質 其實越是沒有意義 越是少的 剛剛調轉 所以我們看回 我經常覺得 那時候中國《交好運》 或者《張藝謀》 電影之類 不用它的電影 因為近年的中國電影 很多時候都是 喜歡那些大場面 那些設計 全部都是很浪費的 浪費的形式 什麼大多數量 這些根本是鐵路作風 不是華夏的中型之路 這些完全不是中國文化的表意 根本就是我們傳統的 真真解釋 就是聯話的通 是啊 人文大會狂 剔刺於大白人 大花盡 那些什麼 那些土氣 一差都大 是啊 因為中國藝術 原本應該是物質 需要很少的 盡量做到有餘 不要浪費的 這個 就不會像西方的藝術那樣 就是大地的資源有限 大地的資源有限 但是我們如果是這麼浪費 應該要浪費太多 就不行了 而事物 甚至要滿足我們的欲望 這樣就會變成爭奪財富 爭奪事物 最終就會世界大戰 其實這些就很簡單 這個 正正就是我們如果浪費太多 就會這個 爭奪 爭奪就是世界大戰 人類的自取滅亡 道理原本就很簡單 但是可惜人始終不太明白 這個 不知道要 我們其實盡量做到 物質要少 意義要多 這種這樣的特點 才是好的 好像中國藝術品 這樣 能夠做到這個特點 就為之一個好的藝術品 這裏我們見到中國文化 原來應該是這樣的 已經夠了 已經夠了 今天先講到這裏 這個 跟大家上課 中西哲哲的通識 我回應兩句 除了瑜伽之外 其中一個中國藝術 是道家 道家說的有無雙生 老子叫三十屋 告一谷 當其無 有居之用 言直以為氣 當其無 以有氣之用 有之以為利 無之為勇 即是說 空間感很重要 空間感就襯托起那個有出來 所以 反而不是有 而是重心 而無 才是重心 後期就是 禪宗的藝術 現在中國沒有這些東西 現在呢 還有什麼呢 禪宗去日本見的佛寺 那些很漂亮 好像山水畫 很和諧的 另外呢 這些藝術呢 中國沒有 現在大陸的遺物 傳統華夏有的 但是經歷蒙古的滿清 那些 慢慢中土就沒有再輕一點 那些 講馬克思 講維蜜 那些更加沒有 那 反而那些鬼佬 那些有些 講 Oriental 東方主義 那些 那些鬼佬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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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和諧 那些 那些 其實就是 環保主義 環保主義 那些 那些 最浪費 一個大陸 一個美國 都是最浪費 我旁邊的 基本上 美國相對好些 那些綠黨 那些 差顏 相對於 環保 那些 台灣做得好些 台灣 還有一些 中國文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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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收費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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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收費 那些 一元一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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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失求之夜 那些 中國的文化 都沒有了 中國的文化 都沒有了 那些文化 那些 那些 那些外國人欺負的東西 拿了文物就搶了 如果不搶了 可能不是發大名就燒了 人家搶了 放在這裏更好一點 還可以保存 頂你保存就敗了 所以這些就很諷刺 時間過了 給一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問題 西方藝術方面 有一種開拓的精神 我們可以看到 譬如由油畫到水彩畫 到印象派 抽象畫 立體主義 野獸派 他一直是 你用兩個字形容 可以叫做前衛 他一直是突破了前面的人所做的事 但中國那些反而是比較注重傳承 因為中國人很喜歡講正宗 我這些書法是正宗誰派的 是否西方那種開拓的精神 比較有一種生命力在這裏呢 我真的想知道你怎樣看 是 沒錯 這是西方文化的一種特色 如果你說是要一種不斷開拓 不斷變化 不斷向前 這一種這樣的表現呢 西方文化是比較強的 尤其是近代 不斷要求一種不斷向前要變化 和前要有不同的 剛才也說過他這個藝術的發展 他儘量想突破之前那種有限性 為何由石頭要游化 不斷在進步的過程 第二的講法 這個其實想突破以前的框框 突破以前的有限性 他一直表現向前的 這個 這種是他的一種特色 你都介紹他的優點 也是他的一種特色 不過呢 這種這樣的特色 同時也是他的限制 我的講法可以這樣講一下這個 因為一個文化 不停地 不斷要求變化 不斷要求向前 其實這種安定性就不夠了 相對地 因為你在這樣的發展過程裡面 其實是不斷否定你以前的事情 不斷否定你以前的人的成就 不斷否定以前的事情 未來才會更好 其實現在都不好的 自己都不好的 這個 是逼斷向前發展的 這種這樣的文化發展觀 這一種就是一種 我們的講法 就是缺乏了一種 永恆性或者穩定性 這個 人的心靈在這種文化發展裡面 其實是很難得到一種安定 心靈 心靈本身是無法自己得到一種 滿足 不能夠安定下來 有他的問題 這個你可以說他的優點 這個他不斷發展的確實也是這樣 但是呢 在現代文化裡面 我們都見到他出現的問題 就是人無法自己安定下來 中國文化是會反轉的 特國發展 文化發展是會反轉的 他的那個 永恆或者安定的觀念 是強很多的 從古代開始 已經是強調這件事 所以你見到他的 要求不斷變化向前 這種方式是不強的 但他是不是不變化呢 也不是的 他們是要求一種 在這個 安定永恆裡面 是有一種變化 就是易經所講的那種方式 裡面都有變化的 所以中國文化的發展 和西國文化的發展 的模式是不同的 但你說誰好呢 現在就多數 一般人說西方那些都好 不斷向前 如果說科技越來越高 應該越來越好 這樣 我的看法就是 是否一定 這樣為之好呢 是不一定的 這是一種發展方式 中國文化有它的優點 它強調那種悠久和和平 其實是相對地 是比西方文化的要求 是說得好 是說得比較能夠滿足人的心靈要求 好 OK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題是譚寶珍女士說 題目是 《遇到衝突是因修行方法不同》 3月24日 大家有空 大家有空 就和大家聽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好